在宜蘭市長陳美玲以及先議員黃昌廷共同開球下 112年宜蘭市市長桌球推廣邀請賽正式開打 市長陳美玲表示 桌球對於長長下雨的宜蘭是一項值得推廣的運動 同時是和藍女老少一同來參加 透過比賽提供選手以球會有的舞台 互相交流球技 希望大家發揮平時訓練的成果 全力以赴 為所屬球隊爭取榮譽 桌球可以說是大小皆宜的運動項目之一 因為宜蘭是高貨水的地方 所以很適合來推廣桌球運動 你說小孩來打球可以提升他的心肺能力跟勢力的維護 那長者來打球可以增加他的失智的部分能延緩 還可以促進他的身體健康 所以這個運動可以說是大小皆宜的運動 也希望市民相親好朋友能夠合家攜拌來市民活動中心來看比賽 感謝我們的市長提供這麼好的場所 瀑蘭宜蘭市桌球的比賽 長期以來市長都非常的重視我們的桌球運動 可以給中小能夠在市內有這麼好的場所來提供 宜蘭真的非常適合發展室內的一個體育運動 尤其是我們這個桌球項目可以說是老少皆宜 那也謝謝市長今天在這麼好的場地來舉辦 希望未來有機會如果有需要其他更好的場地 可以在中央來做一個爭取 讓大家都能夠有更舒適的一個運動環境 這一次的比賽共分為四組 今天進行社區團體 機關團體 以及長青團體等三組的比賽 明天則將進行數配團體組的比賽 歡迎對桌球有興趣的民眾 踴躍到現場報名參賽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星採訪報導